华为P20与华为P20 Pro深度评测下集 华为P20采用麒麟970处理器 有6GB加4GB,6GB加128GB内存 屏幕为5.8英寸 5.8英寸,1080乘244的分辨率 全高清屏幕,前后置上头位 前置2400万像素 智能美颜,5级影像人像光效 5级影棚级光效 摄像头是 2000万黑白加1200彩色 加4D追焦来卡认证 1.55微米大像素 4D预测追焦来卡认证 960F高清摄影 系统是BWi8.1具安卓8.1 电处杖是3400毫安 尺寸为149.1乘以70.8乘以 7.65毫米 重量为165克 网络制式是4.5G RP 特色功能有红外发射 双立体声扬声剂 机身颜色有宝石蓝 英粉金 亮黑色,橡金金和极光色 WiP20 Pro采用7197处理器 6GD加24GD 6GD加128GD 6GD加22GD面粉 6.1英寸的1080乘2440负面率 OMELA全面屏 前置上头2400万 智能美颜 5种影棚级影像光效 2000万像素黑白加8万像素长焦 4000万像素彩色 1.7英寸的大尺寸传感器 4D追焦 3倍光学变焦 5倍三射无损变焦 OS加ES防抖 买卡认证 960F高清摄像 EMUI8.1系统 基于安卓8.1 面图量是4000万 尺寸和重量为155x73.9x7.8mm 重量为180克 火轮认识是4.5G LTE 特色功能用红外发射 双立体声扬声器 机身配色有宝石蓝 英粉金 亮黑色和极光色 屏幕方面 WiP20和WiP20 Pro都采用了类似于iPhone X的异性全屏设计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刘海屏 不同的是WiP20 采用的是5.8英寸RCD屏幕 而WiP20 Pro是6.1英寸OMOLED屏幕 至于相机 这是WiP20和WiP20 Pro 升级最大的地方 也是整机最燃最炸裂的地方 首先 WiP20虽然采用了2000万像素黑白 加300万像素彩色的双摄设计 但擁有更大的承载性 弱光成像质量将会有所提升 而且还支持960F的高清摄像 相比WiP20和WiP20 Pro带了更大的突破 首次采用了来卡三摄通过高像素 大抵传感器和长焦上头的设计 通过了目前手机拍不远 也拍不清的曲线 总结 时隔一年 WiP20系列用上了一组的全屏设计 其中WiP20搭载了15.8英寸全面屏 而WiP20 Pro采用的是6.1英寸的OMOLED全面屏 实际观感两者的屏幕细腻程度 画面还原 WiP20屏幕的WiP20 Pro都是第一印象更为出色 对比和色彩更为吸睛 但WiP20也达到了主流旗舰水平 配上高屏占比 较上代P系列有着巨大的提升 接下来看